小秦姑娘 小陆姑娘 小秦姑娘 小秦姑娘 我家王爷还没更衣呢 没想到大家 那么快就来了 王爷他还更什么衣啊 大家都这么熟了 又不是第一次来 这是在王府 你以为在你们在后院呢 小心说话 有点规矩啊 这就该打 不是王爷整日嘻嘻哈哈的 怎么到他家 就不让我说话了 你赶紧 被首饰了吧 你不是不理我吗 成天说得对 王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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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也是一样的 况且今日本来就是 为了香草堂而开的庆宫宴 各位不要拘离才是 你看吧 够拘离啊 那小女先谢过洛王殿下了 今日若有不敬的地方 还请王爷多多担待 你啊 从来没有人敢 跟王爷这么说话 这位霓裳姑娘 就是咱们王爷的可心 看见没有 我家王爷 就在这个时候笑得最开心 就像我看见小琴姐姐小的 非常开心一样 好 见笑啊 见笑 见笑 王爷 既然贵客们都到了 就请入席吧 好 那各位有请吧 王爷请 王爷请 我只是奉天家之命清退商户 以香草堂的声誉等空出了位置 完全有资格占据一席之地 太好了 多谢王爷成全 不用谢我 我也只是 秉公办事啊 秉公办事啊 就受不了王爷这种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说谢 您收着便是 还说这些 来 这说起来文宇和文秀的婚事 也该操办起来吧 这 可大少爷还在守孝期 此时操办红事 恐会落人口实啊 二老爷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现在不景气 同行之间也是互相排挤 这攻势局胃口也越来越大 我们苏家的家点都要被掏空了 现在能够挽回颓势 也只能靠联姻了 此事 还需颜家的大伯出面 文宇才能在孝季之内成亲 也罢 我修术一封 算是豁出自己的面子 去求他颜家 尽快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可大少爷不会同意吧 这可由不得他